其實這一次看了 因為事前我們國際組都安排一些選手聯繫嘛 要跟MLV的聯繫 所以主要看行程安排 那其實基本上都希望全部都看得到 如果看不到的話 我會請王健民再繼續從美國繼續觀察這樣 我們第一天的時候是跟看王維中 第二天去林家鎮嘛 第三天其實就跟健民就開始會合了 因為健民專長是投手 所以我們就跟健民見面之後 我們就開始在跟林凱威 江少慶 張育成 林子偉還有胡志偉 張靖德 林昕傑 在今天最後一個鄧凱威 因為基本上我的角色就是 來先了解所有選手的意願 因為畢竟9月3號就要呈現大名單 但是基本上我們是希望選手的意願 之後再來開始做程序上的一個規劃 那健民來其實他是重點 其實就是要先看所有選手之後 他回報給洪總跟教練團 那旅美的部分 他其實投手的部分他比較專業 那我只是把一些訊息 然後也請團隊裡面剪片的 也有做球探的一些報告 他所有東西都整理出來 都給教練團 其實基本上設定的目標其實就是會贏的 然後跟中職其實投手來比較 不會是因為是年輕或者是 我想把所有的資源 程序都給我們教練團 然後做最後的一個決議 來這次只有看到一個江少慶童 那其他就剛好就是沒有排到上場的機會 那現在江少慶的時候那天看來真的是很棒 然後平均都在95、96這樣 然後最快到98 真的是一個可以壓制打者的一個投手 對啊 那其他的球員就是陸陸續續在用影片 然後繼續觀察他們接下來的行程這樣 現在就是看先把全部把它集合起來 然後再慢慢的讓教練去觀察 然後在接近比賽的時候 名單出來後我們就會自然有一個隊伍出來 你還是要跟他們的經濟公司去拿一些資料 然後這邊聯盟我們還有去調一些影片出來 然後可以看比較一整年的比賽 然後去觀察接下來的回到台灣那繼續觀察 然後讓他們繼續去有維持手感這樣去丟球 然後到時候再選 影片其實都在國內都已經在剪了 已經在5月的時候其實都一直在剪了 所以基本上所有選手的球团報告 其實都一直陸陸續續丟給教練團在看 名單的話其實就是到後面之後才會有一個定調 因為現在也沒有辦法去揣測說現在總加 因為現在在季賽嘛 基本上所有的選手 旅日與美其實都意願都蠻高的 但是所以我也跟他說 我們目標就是組最強的中華隊 所以有什麼問題直接提出來 我們看能夠怎麼解決是最重要 其他的就交給教練團跟總加 去桑朗金說 這麼好這麼多選手想要打 你怎麼去把最好的人 當然最好的用到中華隊最強的一種 凝聚力的一個球隊 我想這是最重要 我想這一次的最大的重點 其實就是所有的選手的意願 都非常高 包括40名單 對啊 所以在定位裡面 大家其實基本上條件都是有的 那就到最後有教練團他們去看 是要什麼樣的定位 這一次其實基本上都是中南美洲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因素 這個教練團他們自己會內部去 在這一個多月裡面會做一個討論 選手有意願之後會回報回去 然後在觀察之後再來做最後的一個確定 因為名單畢竟是要經由教練團跟洪總去篩選出來 那我只能去把所有的意願 還有他們的需求 就把它做一個最強的後勤來支援他們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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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